我们今次的主题就是 求神帮助我们 拦除邪灵的影响和进驻内心 我们今次会谈到一些 关于邪灵的对邪灵的认识 帮助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抗拒邪灵 亦是保守耶稣 右手边这些 让魔鬼留地步 右手边的图 罪让魔鬼留地步 抗拒耶稣让魔鬼留地步 慈悲让魔鬼留地步 但是对于魔鬼的攻击 有些人说的说话是有些偏差的 我们稍后也会说到一些极端的看法 第一件事我们从圣经知道 就是邪灵很想安揭在人的心中和影响人 邪灵不满足于他自己存在 其实这个世界是有邪灵的 所以当人去拜魔鬼 他随时随地拜魔鬼 邪灵可以入侵 亦有些人犯罪 就被魔鬼留地步 扮偶像 被魔鬼留地步 邪灵可以入侵 邪灵可以入侵 魔鬼是很想找的地方安息 我们又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有耶稣 耶稣是掌权的 我们不用害怕 不过我们首先要了解 邪灵真的想找家里居住 他现在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 首先我们要明白 原来不信的人全部被邪灵影响 即是我们未信的时候都被邪灵影响 重点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是否真的被耶稣完全掌管 我们一起读 以忽所书二章一节开始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勃异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令 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因为很多人以为是人 叫自己得救 其实有一个字眼 如果你留意我是没有用的 我也曾经解释过 我是不会用缺字这个字眼的 但很多人是习惯了用这个字眼 那为什么呢 这里看一看 当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即是说我们是未得救的时候 是神叫我们活过来 是神叫我们活过来 即是说当人不得救的时候 不是他自己复活 是神叫他活过来 如果大家想回你信耶稣那一刻 我自己想回我信耶稣那一刻 很明显是神做工的 当时来说我参加一个报道会 参加报道会的时候 我是未信耶稣的 同学叫我去音乐会 其实这个未必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我没有反抗 不过有些人可能会反抗 你又是音乐会 你原来是报道的 但我其实当时来说 我也没有抗拒 因为我对于有没有神 我是很有兴趣的 其实之前有一个老师 跟我说关于耶稣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是不是真的有证据 而他答复了我 是有证据的 我是很好奇的 很想知道 后来同学邀请我去参加这个报道会 在报道会听到的时候 我发觉里面是搞动得很重要的 这种搞动是不同的 我们平时听到任何的人 推介的一件事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你有不舒服 有个人推介你 这种药有用的 这种产品有用的 你听的时候 当时你不会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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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会 你还要考虑 你用脑子去考虑 啊 可否用这种产品呢 有没有用呢 是否真的呢 就是我们会用脑子 你不会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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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当时来说 我真的听到的时候 是觉得有种很不同的感觉 是一种很 真是神的能力 和轻省的能力 而当最后他呼召的时候 我里面是啪啪啪啪啪啪啪的 是真的 心是非常之 非常之 很推动我 叫我信主的 但当时我是怕 我怕举手 当时的牧师 叫我们举手 我是怕举手 但我里面 其实很想很想举手 很想信耶稣 然后呢 他就叫了几次 他还叫我 他说 年轻人 我不是很厚 年轻人 我举手 又没有起床 他叫那些人起床 年轻人 起床 我又没有反应 接着他就祈祷了 当时祈祷的时候 我感觉到 是一种不能困难的力量 是很大的力量在我里面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起床 当我起床的时候 好像有点光射到我身上 好像很明显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即是说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然后呢 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 或者有时有些人 就在报道会听到 基督教的音乐 他在听那些音乐的时候 那些歌的时候 他的心就觉得很感动 好像有一种能力进入他里面 感动他就安慰他 接着他就信主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几个人你经历过这件事 就是在报道会 或者有人跟你传呼音的时候 你的心就很想信 不过你不敢出声 不过总之后来你也是回应了 即是你是回应里面的声音 就不是说我愿意 然后有这个感动 你听明白 决志信主 就是我愿意 我决志了 那我就改变 圣经说 是你死的时候 你死的时候也没有反应 是神改变你 是神进入我们里面 借着神的话语 圣灵就感动我们 有一种很想信主的感觉 其实很想信主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信主 即是我想耶稣救我 我们举手 或者跟着信耶稣 其实是表示我们信主 所以我会说 表示信主 你愿意 我都会问他 你愿意信主 但我没有说你愿意信主 愿意信主 愿意信主 就是你决定 然后你改变 其实那个人里面 是可能很想改变的 这里有几个人 当你做这个信主祈祷之前 你听到福音 你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动力 在推动你 令到你的心 我真的很想信耶稣 有几个人有这个经历 请你举手 也有很多个人 即是说原来是 圣灵改变了你 然后你就举手 所以其实不是 你举手所以你改变 是神改变了你 然后你举手 所以这个经文就是 你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神就叫你活过来 一听到 原来我们说的圣经 是这么有能力的 当然有些人他不相信 不过 我们说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会改变 你可以观察这个人 你观察到他好像有些心动动 你说你是否听的时候 你觉得很有感动 很想信耶稣 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 你就会回应神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他说到那时 即是那时你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即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在这个空中掌权的首领 就是现在在勃异之子 即是不信耶稣的人 心中运行的邪灵 即是在不信耶稣的人 心中是邪灵运行的 即是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都是有邪灵运行 邪灵运行不代表 一定是邪灵充满 是两回事 邪灵运行和充满有什么分别呢 充满就是直接影响你的身体 即是有些人 他直接会怎样呢 其实在我网上 在见证 在《赶邪灵》的播放清单 有一个播放清单 是《赶邪灵》的 在Youtube的Youtube 有一个人 他直接在家里 有很多动作 有些人可能好奇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些人家里有很多邪灵的搅拗 而且里面有很多声音 有些我也看过 《Good TV》 就是台湾 很多见证 是关于那些 本来的伴偶像 那些道士 那些茅山师傅 后律信耶稣 他常常邪灵跟他说话 你现在一定死得很惨 他就很惨 后来找了耶稣 就一点都没有死 很平安 整个人改变 即是在他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有邪灵的运行 未信耶稣的人 有些人运行得强些 强些 强到程度影响身体 就是邪灵附体 如何是影响身体呢 轻量的就是鬼壓 鬼扎 重量的就是 他会影响他的动作 他的行动 而且他听到诗歌或者祈祷 他不能够说耶稣的名字 这个就是他身体被影响 被控制 这个就是邪灵附体 但是普通人 都是被罪控制的 这个就是邪灵混行 而不是附体 附体的 会有明显的反应 我们跟他祈祷 有些人说 你如何测试 测试就是跟他祈祷 投入祈祷 你会发觉他有邪灵的反应 他会很害怕 里面有一种抵抗的力量 他很不舒服 或者是有些人在里面 阻挡住他 或是他不断 或是他不断 嘔吐 即是他身体有些反应 这些就是邪灵的动作 即是在里面 邪灵居住在这里 另外一种就是蒙蔽 蒙蔽就是 我见过很多次 有一次很明显很强烈的情况 就是他 我们跟他说邪灵 他马上昏迷 他马上黑了 他马上掉在旁边 但后来他说 我听到他说话 不过不能够控制 邪灵直接控制他的身体 他直接是不能够坐直 不能够跟着我们祈祷 我一凤耶松明 他说邪灵 他就看到前面很快 像黑布 像黑色 有些没有那么强烈的 就是蒙茶茶 看到好像有些烟云在中间 有时我们也会看到 有些我也会看到 好像有一层烟霧在中间 这就是蒙蔽 邪灵尝试蒙蔽 因为我们看他的眼 邪灵看得出来 他看到我的时候 邪灵就会害怕 他就会用方法蒙蔽 让他看不到 这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测试到 他里面有邪灵 就是他会有这个蒙蔽的情况 好了 基督徒未信耶稣之前 原来有邪灵运行 不是一定邪灵充满 而是运行 但问题是 他信主之后 是否给神掌管 有些基督徒信主之后 第一是他自己不愿意跟从 第二就是教导他的人 没有教导他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 初信只是悔改 信耶稣 那你信耶稣就可以了 没有说到对付罪 没有说到改变你的生活行为方式 因为认为这些是高级一点的 你信了主 你再长一点 你再长一点 才跟你说这些 就没有说到 你一信耶稣 你立即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 魔鬼想佔有你的 你一定要亲近神 走神的路 遵从神 不要走魔鬼的方式 你走魔鬼的方式 魔鬼会来偷窃 杀害委维的 我去那么多听道 除了在圣灵的聚会 我都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没有听过 邪灵会来攻击你 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没有说这些说话 所以很多人觉得 总之悔改信主 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要对付罪 问题就是 基督徒到底 是不是信了主之后 听完耶稣的话 还是很多事情被情欲影响 当一个人被情欲影响的时候 那些邪灵就不会走光 有些人跟我说 基督徒怎么可能有 圣灵有邪灵呢 其实我来说 我又不是要跟他辩论 不过我就说 我真的有信耶稣 真的有跟从耶稣 真的有祈祷 真的有对付罪 不过对付罪 不透切 他真的有邪灵 跟他说邪灵 真的有反应 真的他会说不到耶稣的名字 或者他会很瘋狂 或者他硬了 或者跌倒 那种反应 是很明显有邪灵的反应 不是我说他有 是他有 其实如果有人说他没有 我都不会跟他斗 我不是跟他斗 不过真的 我看到有基督徒 都是会被邪灵影响的 或者有些常常有鬼责 或者是听到邪灵的声音 这样的时候 我的解释就是从这个经文 就是从经文去回答他 就是说他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邪灵运行 那他信主的时候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断绝了邪灵的关系呢 因为他是容许那些 罪恶的声音在里面 仍然存留呢 他有没有继续去骂人 说闲话 或者拜 甚至有些人会拜偶像 我真的见过基督徒 一样是拜偶像的 我有听过这些情况 也听过不少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知道 很多人其实没有让步 没有向神让步 信服在神面前 他是信服邪灵的 下一节经文就讲到 魔鬼是邪灵 首先我们分清邪灵 不是魔鬼 因为魔鬼是邪灵 因为魔鬼是领袖 通常来说 副体的是邪灵 不是魔鬼 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帝十二章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尋求安揭之处 却尋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掃干净 修饰好料 便去另带七个 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尽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境况 比先前更不好料 这情我们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是说这个世代 但他是用一个人的情况 来形容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是怎样呢 就是那个人 好像赶了邪灵 污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即是他很想寻求一个安揭的地方 走来走去寻求安揭的地方 但是他找不到 可能他就要住在生物里面 生物里面有水 即是我们里面有水 就是找一个身体里面有水 他就不是住在河里面 他住在人的里面 那里有水 在那个地方可以寻求安揭 但是找不到 即是说原来他离开人生之后 他找不到安息 所以为什么这么难赶邪灵呢 除非他肯信靠耶稣和听话 很多时候有些人 他信耶稣 但是他不听话 我认识过人 有两个人 他信耶稣 他不肯要恶恕的丈夫 他也是说 我丈夫很差很差 是没有可能要恶恕的 我都跟他说 你不要恶恕他 你自己受害 你自己辛苦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自己受苦 他好像要恶恶他 好像要补偿 那才是值得的 那才是值得的 但其实是更加不值的 但很多人就不知道 他两个人 都是邪灵赶不清的 这个就是原因 就是他的罪赶不清 但他真的肯对付罪的时候 邪灵是可以离开了 他亲近神有从神关系密切 是可以邪灵走光的 他回去看见他打掃干净 即是赶了邪灵出来清理 修饰好了 他于是就去带七个 给自己更恶的鬼 其实这里说一个现象 就是说 即是人如果赶了邪灵 不过他没有信耶稣 没有被耶稣作主 那些邪灵再进来 可能更厉害 即是初期 赶了一个小鬼 那小鬼 他就看到他又空闲 他又没有耶稣保护 他就带了更恶的鬼 所以他可能 后来的警方 比先前更加不好 他说这个邪恶世代也是一样 即是说 这个邪恶世代也是被魔鬼控制 被邪灵控制 这里给我们看一件事 就是邪灵很想住在人心里面 有些人就问我 他说 邪灵赶了出来走去哪里 他说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这间屋如果是债美神 他就不能走来走去 他就要走 就像那时候 我在教堂里面 有一个人进来 他说 这里这么干净的 我说什么这么干净 他说没有那些骯髒的东西 我就知道他说邪灵 基督徒不用说什么骯髒的东西 有邪灵就邪灵 不用这么避灭这些字眼 他说 他说这里没有邪灵 我说你经常见到邪灵 他说是 经常有一个人跟着我 他又好像不害怕 我跟他聊 他说不害怕 他也没有事 他也不害我 但这个是他欺骗他的 我说 你跟着邪灵去哪里 他在门口等我 我就说 我直接跟他说话 我等你了 你先进去吧 我不进去 是的 他在门口等我 我说好 我走过去 他一走一步 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快飞 他跑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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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到门口 我说你经常见到邪灵 有没有 他说有 很远 那里有一只 我一走过去 又走了 所以 其实 你这家屋 是世事有神的同在 所以你想祝福家人 你经常在家里赞给神 经常感谢神 神的同在就会充满你的家 邪灵就不能居住了 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耐心 你家里都是没有神的同在 邪灵就可以居留在你里面 就拿了这个绿卡 长期居留证 这个 流港证 你想想他有居留权 他有居留权 邪灵是不会做好事的 他永远都是伤害人的 而魔鬼的另一项工作 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 就是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魔鬼是不断控诉人 当然人会控诉人 自己也会控诉自己 但魔鬼是不断控诉的 邪灵也会透过人去控诉 有时有些人说 我经常听到一些声音 跟我说一些话 我就会问他 你的声音是 好像一个 不是有一个肯定的 好像一个人的声音 因为是有人的声音 譬如你听我的声音 是有一个人的声音 但有时有些人是一个意念 你是不是有一个人的声音 是可以认得出的 有人告诉我 是可以认得出的 不止一只 是有不同的声音 这是颇肯定的 邪灵的声音 不是说是 你想的 不会有不同的声音 这也是 告诉我 原来有些人 是有邪灵在他里面 跟他说话 这也是颇多人有的经历 而这些声音 很多时候都会控告 我们就说 耶稣帮助我们 不要让他控告 不要做他的工人 他控告我们 我们帮他的手 就做他的工人 免费工人 他说你没用 那你继续说 我也是没用 那你就做了他的工人 他说没用 我们用圣经的说话回应他 我们是有用 我们是宝贵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那我们就深信 我们的生命宝贵 时时用圣经的话语 去鼓励自己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我不用害怕 我什么都不用害怕 靠着耶稣得性 也很重要 就是从神关系好 并且处理 所有负面思想 负比情绪 所有罪都处理清楚 因为这些 会被魔鬼留地暴 邪灵便会入侵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素罗 《善美记》上十八章七节 就是他的妒忌 容许邪灵进入他里面 宗虎女舞蹈唱和说 素罗杀死千千大位 杀死万万 素罗甚发怒 不起悦者华就说 将万万归大位千千归我 只盛下王位没有吸他了 从这日起素罗就路视大位 此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素罗身上 他就在家中胡言练语 大位照常弹琴 素罗手里拿着枪 素罗把枪一轮 心里说 我要将大位刺头钉在墙上 大位躲避他两次 素罗惟怕大位 因为耶稣华离开自己 与大位同在 这里说到大位就是妒忌 素罗妒忌大位 其实真的不需要妒忌 如果他肯听神话 神是会祝福他 但是他不听神话 他见到大位好 他就反而妒忌 妒忌 他就恨他 结果他被魔鬼留地步 这里就告诉我 罪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那是不是犯罪 马上进来 又不是一定的 不要以为 一恨人 今天又有魔鬼进去了 明天又要赶回 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不过可以发生 所以我们要避免 但有时有些人过度惊恐 糟了 我今天生气的人 是不是有邪灵 那又过度惊恐了 那我们应该处理生命 知道犯罪是不好的 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可以被邪灵入侵的 而这里也说到这个入侵的后果 就是胡言乱语 胡言乱说话 并且要杀大卫 另外一个人 这里经文我没有打出来 就是这个 格拉森的鬼父的人 他用铁链锁住他 他也把那些铁链增开 这也是邪灵的工作 给他很大的能力 所以那些人神打 那些鬼上身 他就有很大的能力 但这个能力是不好的 他会用刀戒自己 又不会流血 但到那些邪灵离开 他就会很辛苦 他那时就会很无力 但在邪灵上身的时候 他很有力 但这个其实是不好的 原来邪灵在人身上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带来给他有能力 这里另一个例子 就给我们看到 邪灵可以在基督徒里 影响他 彼得不是附体 而是影响他 马太十六章二十三节 耶稣主我来 对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面去拜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要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他想耶稣 不要这单实字架 他体贴人的意思 他是出于好心 他是好心来的 他好心 他不想耶稣死 但这不是神的意思 是人的好心 不是神的好心 耶稣立即指责他 是圣灵 即是即时指出 这是邪灵 这是邪灵的声音 所以彼得就说 撒但 你退我后面去拜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即是说 原来基督徒 好人都可以给魔鬼用 即是如果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不关心神天国的事 都可以给邪灵用 我想 我们这次不会说完 不过我们说一点 我们下次再继续 首先 很多人都很害怕邪灵 还有 在灵恩的圈子 和有些圈子 都经常说攻击 这件事 我觉得 真是过分惊恐 是不合乎圣经的 也有些人跟我说 他说 你经常去宣教 经常跟人说邪灵 你 邪灵会攻击你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耶稣叫我们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 凡耶稣吩咐 都教训他遵守 我便常与你同在 常与我同在 怎会是邪灵攻击呢 邪灵是无权攻击 除非我在罪中 有些人说 你不会完全完美 一有罪便立刻悔改 立刻对付罪 那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害怕攻击 也有些人是否什么都说是攻击的 有病又攻击 吵架又攻击 就是我们应该想想 有病 你自己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照顾身体 或者你身体病 这么多年以来身体的毛病 不一定是魔鬼的作为 赖魔鬼有什么 对于有些人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不用负责 自己不用负责 是不用负责 即是说 吵架是魔鬼的 不是我发脾气 是魔鬼 所以就赖了魔鬼 亦令他很害怕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魔鬼来攻击 他也很害怕 就好像 在打仗的时候 打仗是会这样的 如果你在打仗是士兵 一声 咦 是哪里来的 所以人在打仗很害怕 打仗回来的士兵 是有这个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即是惊恐症 惊恐症 惊恐症 会随时害怕死了死了 有什么发生 有什么爆炸 这种情况就是说 整天都害怕 整天都害怕 有邪灵攻击 其实我们可以很放心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马太十二章26节 我一起读 若撒旦赶族撒旦 撒旦就是智商纷争 他的国枕林 站得住呢 28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受是神的国 臨到令闻了 人怎能尽壮士加累 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这个讲道 有些人说 他是靠鬼王 赶鬼 耶稣说 如果我是靠鬼王 鬼王赶鬼的话 那就是撒旦赶撒旦 那自相纷争 他的国不能够站得住 但如果我们靠神的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 臨在 你们就否认是神的国 反而是魔鬼的作为 人怎能够尽壮士加累 搶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那壮士是谁呢 就是魔鬼 你怎能够入魔鬼的屋里 搶夺魔鬼所拥有的 即是魔鬼已经拥有这个人了 你把这个人搶出来 把这个人救出来 那你怎能够这样做 除非你绑住魔鬼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绑住魔鬼了 耶稣已经圣过魔鬼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有一个讲道法 叫神圣情讲道法 或者是神属性讲道法 就是讲道神的属性 祂的能力 祂的恩典 帮助我们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神的圣情 和祂的能力 是什么呢 祂是全世界的主 这个世界和住在其间 都属耶稣 一切是属于耶稣的 使人尊大强性是祂的 是神叫人尊大强性 神是掌权的 那我们就深信 在我里面的 比一只那在世界更大的 我们是更有能力 我们是尊贵的神 尊贵儿子 我们是很宝贵的 我们是可以称呼祂阿爸父的 可以很开心、很轻松的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我们是极度宝贵、极度重要 也有很大的权柄 我在赶邪灵的时候 发觉其实是真的不难的 在我赶邪灵的经历 是有很多次 我甚至在电话赶邪灵都有 有一个魔鬼教的人 他信了耶稣 他就在电话 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 因为我有中文、英文的 他在外国的 我在电话赶邪灵都有反应 其实有不同的人 都可以在电话赶邪灵 都可以有反应 即是说我们是靠着神 得力量的 我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譬如有一次 在一个传统教会 很特别的 当时我还未经历圣灵充满 那个女传道 就聘请我去 在他教会讲 圣灵充满的主题 其实当时我还未圣灵充满 不过我就想着 在圣经找一下 圣灵充满讲什么 我就去找 如果是这样 就是讲一两堂堂 就讲完了 但是在那段时间 我参加了阿根廷的 暴道家安卡罗来到香港 1998年 当我按手的时候 好像电流般进来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爱充满我 我就很感动 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的 我就很多时间祈祷了 然后很奇妙就是 跟人祈祷 有讲邪灵 有得医治 是很惊讶的 然后立即说医治好 我很惊讶的 那时候我就开始为教友祈祷 很多人就很感动 有时候哭了很久 有得医治 各方面的经历都有 我当时就真的很开心 原来神的能力这么强 我第一次在灵恩教会 带领聚会 已经有赶邪灵的情况 那一次就不是正式赶邪灵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只懂得 就是说祈祷各个祝福 我问那个传道人 可不可以为你们的教友祈祷 按手祈祷 我有这个经历 他说好 我叫他们坐在那里 我当时也不懂得叫他们站起来 只要他坐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逐个逐个按 按完 旗沿途完 我就问他 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经历 当时就有一个 中上年纪的妇人 就跳起来 我腰骨很快还在扭 第二个就跳起来 我肩膀痛又痊愈了 现在又不痛了 然后第三个就有邪灵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赶邪灵 然后他们的同工跟他赶邪灵 这是第一次我跟他赶邪灵 后来一次在教会里面 就有一个中一学生 他就契了观音 因为我听过人说 契了观音王大仙 任何菩萨 就需要清理 可能有邪灵的 那我们就跟他赶邪灵 他靠邪灵的时候 他就好像狮子咀嚎 两只手不停藏 那些地板有些蜜 我手指甲全部是黑边 那么有邪灵在他身上 这是我一次很强烈的赶邪灵 而后来真的有很多次 有时是港道在宣教 港道都有人有邪灵彰显 即是神的能力可以很強烈淋在我們身上 但我一點都不怕 因為每次是祂怕我,不是我怕祂 是我沒有一次怕 但有人會怕 有一次這個經歷告訴我 我們一定要對付罪 當時我們有小組 小組沒有想到在小組時有人有邪靈彰顯 那個人的眼睛很凶 我看著她的眼睛 奉耶穌的名吩咐的邪靈彈走 一說了,她馬上轉頭 她的頭轉轉頭 看著另一個人 那個人馬上反彈 因為那裡是小組,所以有梳化 她整個彈了在梳化上 後來問她為何會看著那個人 她說邪靈知道誰犯罪 那個人是犯罪 所以邪靈立刻攻擊她 這就讓我們看到邪靈 怕那些親近神,遵從神的人 我們不需要怕 靠著耶穌得性 原來這個人為何會有邪靈呢 原來他小時候 他跟妹妹跌落如廁 他妹妹淹死了 他就救了 他救了 但之後就有邪靈搞妖了 還有我另有一個認識的外國人 有一次有些朋友 在很黑的地方 他偷人的電單車在那裡玩 那裡是沒有月光 他走到樹林那裡沒有月光 他開得很快 兩架電單車雙撞 雙撞的時候他很傷心 他抱著一個和他的朋友 一抱著的時候 他立刻,眼前一刻 那一晚他就看到邪靈在那裡對他笑 然後他有邪靈附體 他過了若干年後 他告訴我 我就跟他講邪靈 就是說 有這兩個經歷 我覺得是人死的時候 因為邪靈要來取得他的靈魂 所以一個人如果沒有耶穌的保護 接觸他的身體的時候 邪靈可以入侵 當時這兩個人就入侵 那兩個人都是我跟他說邪靈 都是清理了邪靈的 所以我們不用怕 神的恩典、神的屬性 祂是全能、祂是掌權的 一切邪靈都怕祂的 我們有祂的保護 神會加力給我們 神會清理我們的邪靈 只要我們聽神的說話遵從神 為什麼有些人還有邪靈呢 因為他犯罪 在罪中每天都想起一些不好的 每天都煩惱 每天都不開心 那自然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那時候他就可以有邪靈 不是一定不開心的人有邪靈 不是一定的 但是他可以有邪靈 所以我們就小心保護自己 但不要用一個害怕的狀況 糟了 我一擔心有邪靈來搞了 那你就會很害怕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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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不自信心,有很多事情不敢做 不敢面對一些人,不敢說一些話 不敢去求職,不敢去做一些事情 我們有耶穌的信心,我們都有力量去對付任何問題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神加力給我們 神一定陪伴我們,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我們越有神的同在,我們越有能力 還有這個經文也是我們常常記實的 《勞家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一起讀,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有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有什麼能害你們,你可以踏踏它 你可以踐踏它,你可以打贏它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用怕 聖過仇敵百分之十的能力,是不是? 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是不是有些人能夠害到你? 不是的,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這幾句經文是違反有些人所說的 糟了,我今天有攻擊 當然它在罪中可以有攻擊 但如果你親近神,遵從神 你不用怕攻擊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所以我們可以念經文了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可以刺踏蛇和蝶子 有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我們就相信了 斷沒有什麼能害我們 我們有全能神的能力 我們有天地主宰的能力 並且有踐踏魔鬼的神的能力 祂是踐踏魔鬼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祝實神的影響也親近神 處理一切的罪 讓我們沒有任何邪靈的絞妖 也不用怕任何邪靈的絞妖 有時有些人會說 糟了,趕走 不知道會不會有邪靈入侵 我就會這樣說 邪靈入侵有時也未必不好 因為這樣會令到你真的要處理罪 親近神 親近神處理罪 你趕了出來 原來我也可以趕出來 那你就以後不害怕 以後知道犯罪這麼嚴重 你就會緊張 因為我跟一些牧師的看法不同 有些牧師說 他不會讓平信徒按手祈禱 他覺得這個太危險了 一會兒他爬上邪靈上身 就有時間搞 我就會說 我們每一個責任親近神 經常跟神有密切關係 從早到晚讚美神 以及處理生命 是不用怕邪靈的 我們試過說邪靈 是會令我們更加有信心 我們也看到神是真實 以及看到原來我們依靠神 親近神這麼有權兵 如果你試過一次 你真的看到人有邪靈 你就祈禱了 耶穌說 如果我什麼罪 你赦免了 全部我真的悔改了 我信靠你 讚美你 感謝你 感謝神 跟那個人一起 感謝神 你放心為他祈禱 就算一個人 我每次都一個人為他祈禱 甚至有時 我以前宣教試過 我正在吃飯 他有邪靈 我吃飯 好 鳳爺宗明 趕著邪靈 然後我說 你等一會兒 待會兒我再跟你祈禱 即是我先跟他說了一句 你現在自己祈禱 我待會兒跟你說 我也試過怎樣 有人說 我叫我跟他祈禱 我說好吧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讚美耶穌 一邊唱詩歌一邊祈禱 然後他有邪靈彰顯 他們那裡其中一個人就跟我說 他說 你是否在說邪靈 我說是吧 那他也有邪靈彰顯 那為甚麼你又沒有說到 趕邪靈 我說耶穌的同在 已經趕邪靈 但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但當時我還沒想到 他有邪靈 讚美神 邪靈彰顯 所以不是一定要 趕就趕 另外 另一件事 就不用大聲到不得了 有些人就以為 很大聲 第三 就不用整天趕 譬如有邪靈 趕來趕去都未走 因為他不聽話 反而你幫他悔改 聽神 享受神 邪靈反而會出來 不用一定說 在那裡 就猛地在那裡叫 有些真的叫很久 叫一兩個小時 現在用盡他的聲音去叫 哇 我真的覺得 喊完聲音都不行了 求主幫我們 我們這次停在這裏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我們在這一陣子 都求主耶穌 結淨我們的生命 我們親近神 讓我們放下一切 重淡烦惱 我稍後也會跟大家說一下邪靈 看看你裡面有沒有不舒服 你裡面有不舒服 待會我們要跟你說邪靈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祢真好 Hallelujah 多謝主耶穌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神祢真好 神祢真好 我們感謝祢 讚美祢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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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主耶穌 多謝祢 主耶穌 多謝祢 神跟我們一起 耶穌 和我們一起 Hallelujah 神跟我們一起 我們深信神會保護 祝福我們 主耶穌 愛我 耶穌愛 我們深信耶穌的愛 主耶穌 愛我 主耶穌 愛我 有聲 祝福我 主耶穌釋放我 主耶穌 祝福我 主耶穌 祝福我 有聲 健康 送我 多謝主耶穌 多謝耶穌 愛我們 多謝耶穌 我們全心愛耶穌 我們專心愛耶穌 我们全心爱耶稣 我们专心爱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欢迎耶稣 欢迎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全然兴散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全然兴散 放下一切重淡 放下一切罪淡 放下一切的担心 阿里路亚神 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全然兴散 亲爱圣灵求祢再次触摸我 求祢充满我们的心 恿求祢 充满我们的灵 因ability 恿求祢 虽开不 Coordinator 种火我 邂逅言 赶 over Mother 祢 快诱哟 气诫 改变我 求主改变我们 释放我们 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你先跟我祈祷 我奉耶稣基督的性命 断绝和一切邪灵的关系 断绝和一切罪的关系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我们憎恨我们的罪 我们憎恨我们有的骄傲 我们憎恨我们有的愤怒 我们有轻汉人 得罪人 有污蔚的意念 讲闲话 求主帮助我们 憎恨这些罪 决意离开这些罪 我奉耶稣的性命 也斩断和一切邪灵的关系 也斩断和一切邪灵的关系 所有我们拜过的邪灵 我们奉耶稣的命斩断和他的关系 我们知道邪灵是害人的 我奉耶稣的命 趕着这些邪灵离开我 我奉耶稣的命 趕着观音的邪灵 趕着黄大仙的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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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耶稣的命斩断这些契约的关系 我奉耶稣的命斩断这些契约的关系 我单单属于耶稣 我单单属于耶稣 求主洁净我 求主洁净我 好了 你不用出声 我奉耶稣的命 吩咐你要离开 你不能停留在这里 任何有的邪灵你要离开 你不能停留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都是信靠耶稣的 耶稣掌权的 邪灵不可以掌权 邪灵不可以控制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们求主赦免 洁净我们的生命 吩咐这些邪灵 全然离开 所有黑暗权力离开 所有魔鬼的势力离开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完全的自由 兴省 所有的担心忧虑离离开我们 拒怕邪灵 这个心离开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得以自由 奉耶稣的命 吩咐一切邪灵 不能停留在这里 所有邪灵都要离开 多谢天父 赞免天父 感谢天父 请不吝点赞免 请不吝点赞免 请不吝点赞免